海达路德的北角号邮轮继续北上 北极觅食的Jason他们又将有新的收获 这个完全在我们的一辆室外 有一些颗粒感在里面 猜一猜冰淇淋里混杂着的是什么 停靠城市的招牌材又是什么 大表姐今天身体寒凉 但是呢你看一眼 在四楼吃完早餐的Jason他们 来到了七楼 这个是一个挪威这个船上海达路德的特色 是啊 忙着接货给全船人做饭的大厨又出现了 大表姐今天才近距离好好地看清了大厨的长相 长得帅又会做饭的男人帅上加帅 咱们要吃啥地 一定要给Jason他们推荐一款船上的 你想尝尝一些冰淇淋吗 是的 冰淇淋 特别吧 雪鱼冰淇淋 哇 早上吃的那个鱼干油 然后吃完鱼干油吃鱼干冰淇淋 实际上大表姐对雪鱼干是有阴影的 哇 好干 嗯 辛苦了 是干的 干的 干雪鱼的冰淇淋 此干 非笔干 就是晒成干的看到那个架子了吗 他们把雪鱼晒成干 而冰淇淋里的加料是罗福敦群岛特产的雪鱼干 要试一下 这个雪鱼冰淇淋会什么味儿啊 就非常期待一下 尝一下 一款带鱼肉的冰淇淋将会是怎样的神奇味道呢 尝一尝啊 看看这什么味道 有点粘稠 好不好吃 请直说 嗯 吃不出来是雪鱼的 只是有一点那种鱼干的那种感觉 也就是有一点咸鲜 对 只有回甘的时候你能吃出有点鱼的味道 但整体吃起来 A little bit salty Yeah Yeah 那个鱼 用牛奶 鸡蛋做成的冰淇淋中 有一种特别的鱼的鲜味 哇 很好吃的 It's really nice Yes Chinese say 好吃 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的确很好吃 这个完全在我们的医院之外 有一些颗粒感在里面 就是很像海盐黄油冰淇淋的感觉 嗯 好吃 嗯 干血鱼是以固体颗粒的形态 嵌在冰淇淋中的 你能吃到那个血鱼干了后面 这小颗粒状的就越来越明显了 很像我们吃鱼片的感觉 它把鱼片撕碎了 西方人的冰淇淋通常很甜 咸鲜的干血鱼力加进去后 咸甜咸甜 太适合咱们的口味了 赶紧你来尝一尝 快尝 雪鱼的 起碗的周公子差点错过了 哇 是不是 这两个好吃啊 对 真就是爱吃 所以这款灵感来自于北极圈特产的冰淇淋 晒完了之后的水浴缸是罗佛敦群岛的特色 所以他说了这个是属于北极罗佛敦群岛的特色 成为了上游轮必打卡的美味 韩豆今天穿的是真的很像贵族在船上 白马王子 大海一样的男子林韩豆 只要看到大海 我一大清早起来之后 韩豆说来帮我给我拍点照 就有一种像全身融入大海的冲动 我怪不得刚刚飞到这里拍照 眼前茫茫的北冰洋边海 硬衬着他那独特的气质 黑马王子 黑马王子 又为大家吸引来不少的目光 天呐 出来溜达溜达 看来是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的那个 美丽 巧遇了一位意大利的贵妇和她的狗 叫JJ 这个狗叫JJ 这一条名叫JJ的狗 他们在Instagram上是名人 尤其是他 是一条跟着主人环游世界 在Instagram上有四万多粉丝的名狗 名女人和名女人的狗 环游世界的JJ和环游世界的狗 雍容华贵的贵妇和风流倜傥的伴游 X班吃火俱乐部 又成就了一段新的冰雪奇缘 我们在把下面跟狗明星合照 错过了船 赶紧再上船了 游轮停靠的下一站 JJ他们就有时间好好的逛逛了 欢迎来穿梭特罗姆色 我刚下船觉得这个地方好洋气 就在这个角落 欢迎来到特罗姆色 挪威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 我们应该在这多留几天 这个好现实 游轮在这里会停留四个多小时 这个是更北欧了感觉是吧 就是有一种性冷淡 就是性冷淡 没想到这座全世界最北之一的城市 还挺繁华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冷淡 因为我们真的很热 准备我们一起来 四个小时说短不短 说长不长 大一点的城市 更容易汇集好的餐厅 现在是下午2点25分了 天黑了 所以杰森他们要抓紧时间 去体验这里的美食 这个像不像那个 步履跟那个老房子 远离那个码头最闹的游客去 在号称世界最北教堂的对岸 所以我们在特朗姆色第一顿先吃一个当地人评价很高的 走 就有一家很有当地特色的餐厅 这是一个有小二楼的木屋餐厅 挪威人总是把自己的室内环境布置得很温暖很温馨 哎呀这个窗户 看出不去 从温暖的室内看出去 就是满眼禁欲冰冷的北极风光了 这个今天穿了一身白之后 汗豆行人人都变得绅士了呢 还第一次给大家服务到水 你再夸我一遍 挪威外冷内热的个性 这行程里边就是说是你最喜欢的感觉吗 真的 泰是和同样外冷内热的 我觉得他喜欢肯定就是因为跟他想象中的气质接近 北欧真的跟处女座很搭 处女座们了 因为是跟X fun在一起 所以这是我最愉快的旅行 什么fun X fun 但这种个性和气质往往会给人带来 怪肉我觉得大家 防不胜防 海豹肉是真的是北极的特色 因为 气候热烈的北极地区 古老的原住民 除了陆地上的驯鹿山羊 把食材的来源寄托于冰冷的海洋 最早的 萨米人还有这些原住民生活的唯一能量来源就是海豹米人 除了雪鱼 海豹肉成为了他们摄取蛋白质和热量的主要食材 而作为北极之门的特罗姆色 成为了补海豹夜的中心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怎么样 对 那要不然咱们就要一份尝尝 尝尝 你要尝啊 大表姐帮大家尝试是有交换条件的 那能不能再给你顺便给你表姐这能不能点个牛肉之类的吗 他太久没吃到牛肉那种熟悉的食材了 这除了海豹肉我尝尝来再给我来点牛肉 可是 do you have a beef do you have a beef no beef you have a reindeer reindeer 因为这真的不差牛肉 只得入乡随俗 点了北极的食材 北极餐桌下韭菜啊 炸鱼皮 赠送的小食 雪鱼皮 哇香 嗯 咸 有点咸哦 真是福顿 而且他就是怕雪鱼太寡淡 还配了培根在里边 让你觉得就是有猪肉的香气 口感太丰富了 哇都快吃完了看见没有 当时最巧不上的食材 哦好腥啊 哦 又闻到鱼 又闻到鱼 今天是抢着吃光的 那有人可以吃一整份 再来一份 可以吗会不会但是太破费了 你今天这么做做呢 好做啊 好破破呀 对吃从不吝啬的Jason 又要了几份 你不要觉得那个是个汤 那其实是一个酱 嗯 还有这个是真正的汤了 这个是Face Soup 现在趁热要试试的是鱼汤 他用的就不只是鱼 而是用了很多海鲜在里面 鱼肉 海鸿 还有Jason他们在贝尔根 187 没舍得吃的挪威小熬虾 哦这下做的好 该用的新鲜海鲜食材 是够新鲜了 同样是做这个汤 但是我们在那个罗佛敦上吃的 是不一样 对清淡 清淡的清淡 浓浓的那种奶油味 用的是奶油清汤 奶香 但是海鲜的鲜味在这个汤里面很少 对 几乎没有 比起罗佛敦群岛上的那一碗鱼汤 还是逊色一些 姐 你吃了小龙虾 好嘞 来尝尝哈 大家都很尊老 很贵 很贵呀 它就这么点肉吗 嗯 在贝尔根 价值187克朗一只的小熬虾 就主要吃这吧 对 这样不就完了吗 让给了大表姐 这肉好嫩 而且很甜 嗯 但比起上一道 真的推荐大家点那个大可乐 第一个推荐那个了 太推荐那个了 第一个 经验 而且我们都喜欢 吃不吃 这个就过于普通了 即使普通也不能浪费了 我给他吃出惊艳的感觉了 好啊 来 林憨豆要把这碗列为普通的鱼汤 它会打出镜头对不对 哎呦 喝出惊艳的感觉 嗯 很想要吃前面那一份 哈哈哈哈 所以 好不好吃 是装不出来的 纵使有人觉得 Jason的吃相 过于夸张了 如果可以不点它的话 我也不会后悔 看来 雪鱼干 是这里菜肴的灵魂 这口刚刚吃的那汤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做法变成了煎 另一道做法 相煎雪鱼干 哎 这就一点都不散了 看见没有 很硬 口感依然是Q韧的 没有味 我要吃 它放盐了吗 并不是 而是这道的雪鱼干 用的是无盐雪鱼干 不妨放盐了 我觉得是厨师 哎 本话我撒点盐啊 就是一点盐没有 嗯 是 得撒点盐 这全蛋 嗯 先撒点盐 别人搭配培根的目的 也是为了增加咸度 嗯 好多了 好多了 哦 就是配着吃的 但是这个还是很清淡 但是油香 用黄油煎过的雪鱼干肉 你这一道菜感受到的是 雪鱼的油香 饱满的口感 但是味觉上 不会特别丰富 我认为最丰富的是那个糖 所以目前最推荐的还是那一道做法 哇 这个 来了来了 黑通通的 黑的 就很铁嘎的似的 来了 这个是海豹肉 这个是海豹肉 朋友们 哇哦 这是附近最赖以生存的食材之一 你这个突然弹起来这一笑 我到这儿紧张了 别卖关子了 这究竟是什么味道 是怎么了呢 嗯 我觉得在吃雪茶姐 那种感觉我懂了 果不其然 这类肉都有血或是内脏的味道 来我给你插起来啊 这么烫吗 牛肉没吃成 这除了海豹肉我常常也在吃过来的牛肉 人生第一次 因为也没机会 平时都是拍海豹的 就这么大吗 一大块 就这么塞进了大表姐的嘴里 我咬了 呀 呀 口感是很有嚼头的 哈哈哈哈 闻了眼 可能是太大一块了 确实有点嚼不烂 就很像 真的是有点像雪肠 但是它的雪肠 还是有一点点山气 除了像雪肠 很像蜡猪肝真的 有雪外的蜡猪 这种焦焦的 还有点类似动物肝脏的口感 而且它真的吃起来有点像肝脏的感觉 有点肝脏加血肠的肉 和在一起 嗯 所以它的口感是 外面有点焦 里面真的很像正常的肉 只是稍微有嚼劲一些 至于好不好吃 如果你要是爱吃像那种 就是东北的雪肠 或者是爱吃肝脏那种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咱们就不多做评价了 想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你来特罗姆色的话 一定要感受一下这种北极的食材 吃完这顿很有特色的北极午餐 对是午餐 哎呦吃的好满足 一下子很暖和吃这个 还剩两个多小时 有点冷 我们去喝一个热饮吧 哎行 我看他们每个屋子里都会放那个热饮 给你就是那种保温壶 现在可以不慌不忙 不紧不慢的 再去喝个下午茶 去哪儿啊这样 去喝杯热饮 那可以 好棒啊 对 北极冬天的下午茶 是黑着天喝的 抓紧时间这么多事干呢 要喝热饮 要买炸鸡块 还要往中国超市 然后排掉 但想想 还要干好多好多的事 超市买水 中国超市 炸鸡块热饮 杰森他们又加快了脚步 就这儿了 就这儿了 这个小鸡鸡鸡 一处尖顶的小木屋 对面吵死人的放着露天电影 西藤屋 排队的人们跟着音乐扭动着身体取暖 你们有人喝热桥吗 喝热桥 大表姐喝热桥 这是号称全欧洲最小的酒吧 以售卖热红酒热桥为主 可能是天气太冷 这里的人们喜欢把城市搞得很热闹 我们可以坐在那儿 但是不可以拿走 因为他喝酒是有法律规定 可能有范围的 可能是害怕孤独 所以外面即使再冷 这里的人们也喜欢聚在户外 抱团取暖 这么冷的天 喝上一杯暖暖的热可可 而他家人气的热饮 我们热红酒来了 这里边还加了好多料 就是招牌热红酒 你可以选择加坚果 或者是加葡萄干什么的 我加的是坚果的 因为我觉得热的红酒配坚果一定非常好 好有感觉 加了杏仁 一下就暖了 肉桂味好重 加了肉桂 酸酸甜甜的 然后配上这个坚果 你还可以在嘴里嚼一下 很香 好暖和 围坐在火盆边 一口热红酒 北极的严寒也能驱赶了 这边人的生活幸福感 我觉得很高 对啊 那边看着他们的老电影 坐在这个广场 然后烤着火 喝一杯暖暖的热饮 人都是不甘寂寞的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地点 只要和家人在一起 来喝杯热酒 上船啦 Cheers 那里就有家一般的温暖 想不到特鲁姆色这座北极之城 也有属于咱们中国人的味觉之家 挪威之行将到达终点 今天是中国的小年 我们竟然看到了饺子 大家要为最后的行程做些补给 开始想念家的味道了 哇 这个新拉面 我带锅了 16块多一包 19 其实买面还有一个目的 是吧 火鸡面便宜点 陪Jason他们坐船的那位小伙伴 因为工作忙 没能下船 我下了 久了 还有点想念他 是啊我也 四个多小时 特罗姆色的走马观花 就该回到北角号那个临时的家了 想念温暖的船舱和床 我们要走了 北尾六十九度二十分的特罗姆色 游轮穿过这道北极之门 意味着离北极越来越近了 健哥给我们的这一行的好朋友准备了温馨的一年 今天是他的生日 因为旅行 挑拨在外的人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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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揭开吧 你知道吗 我已经从我离开家十年在香港 我有十年没有吃过别人煮的长寿面 是吧 我在餐厅都没有点过 我都快哭了 因为工作背井离乡的人 很想哭 谢谢 这位离开家乡太多年的武汉妹子 正感受着朋友们 陌生人们 带来的幸福快乐 大家并不知道 不久的未来将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世界将遭遇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此刻的游轮还在前行着 每步摆 谁说没有浮冰呢 看那边就是北极熊生活的地方了 破冰前行着 即使是踏上陆地的那一刻 面对的 面对的 依然是风刀双剑 天寒地冻 哇 这么大呀 如果学会接受难以接受的磨难 把它们变成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这个世界将像童话故事里的白色圣诞那样的美好 这个冬天将不再寒冷 不再寒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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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摇一摇 影台這裡面都是油的成分 천 AWS 然後找准一個方向 要喊大概30秒左右的時間 然後再下咽就可以了 它的這個主要成分和原理呢 其實都是為了讓我們呼吸道能夠呼吸更加的通常 啊 看到这个小舌头了吗 其实这个卡拉椒的成分呢 就是会快速的凝结 然后防止我们的这个小舌头 松弛下垂 阻塞你的呼吸道 氨树油这个成分的作用呢 是修复你呼吸道受损的细胞 另外这个茶树油的成分啊 就是抗菌 抑菌 消炎 不过这个打憨跟敌眼一样 它是一个慢性的症状 那么首先呢 你需要有一个规律和良好的作息 其次呢 还要有规律的坚持 做一些护理 才能够改善你的症状 那这个止含盘物呢 它不是药品 主要是纯天然植物 提取精油制成的 个人护理产品 现在Jason跟我们XFUN小伙伴们 为了争取到了我们的专属优惠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搜索XFUN吃货俱乐部 或者是XFUN吃喝杂货店 就能找到它了 微信号搜索XFUNChina 点击关注进入吃喝杂货店 如微信已升级新版 可点击任意一条头条文章 下拉至文末 长按二维码 就可以进店购买新衣的产品哦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世间万物皆不可称完美 即使是XFUN吃货俱乐部 一路发展到现在 也依然有所欠缺 缺什么 缺人 非常缺人 想不出一些节目 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群人为此 结果99道工序 添加81道风味 在那儿节目最终上桌 呗 上线 不应当不应当 我们都只是小可爱呀 整天哭着喊着要加入我们的你们 不要说我们没给你机会哦 我们需要 后期包装 平面设计 节目编导 电商客服 新媒体编辑 以及会计 可以没有经验 但是要有态度和技术 觉得自己有戏的戏精闻 快把简历扔过来扔过来 但是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想清楚 因为你一旦加入了 等待你的 将会是 见偶像 电影员 被投胃 被日常投胃 被高级投胃 所谓幸福让人发胖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可是很认真的在招聘 那些说 不只会吃什么都不会呀 不出来面包一无是处啊的人 出门隔壁 小鲜肉招募处投递简历 不送啊